请问六话第一 很多民众开始被动一级家电 西团一家家电看好疫情后 实体电消费回流 在大卖场内开设新分店 更暖心送出便平电扇给路士家庭 并表示最近电暖气询温度增加不少 到年底前能源效率一级的家电 节能家电补助加货物税 最高有可能有5000元的补贴 添购泰换家电正是时候 最近天气变化大 询问电暖气及空气清净机的消费者增加 年底前的能源效率一级家电 节能家电补助加上货物税 最高可以有5000元的补贴 而加上又适逢台中购物检活动 业者表示最近不论是天购或太坏 像是冷气等家电都很划算 政府的部分的话 就是有所谓的就换心 补助我们一台就是3000块钱 然后呢 退税的部分的话 最高是2000块钱 所以我们最高一台可以跟着我们申请5000块钱 对那我们他是强调是在一级节那便品的部分 除了可以买到这个好康以外 因为我相信价格一定相当优惠 另外还有信金奖可以抽 大家看到 我们这一次台中购物节信金奖 每天是抽3000块 一共是1250组 一天抽1000块 最后3000块 这相当不简单 疫情后实体店消费回流 一家家电业者在西屯的大卖场内再开分店 更强调是带着自家的公班 来走进居家安装服务 要与现在的家电业来区隔出市场 并结合了多个品牌的福利品 让消费者可以省点荷包 换季换新家电 希望透过完整的家电消费形式 将网购客群重新拉回到实体店 并且是秉持着永续经营 回馈社会 业者卷责了20组的便品电扇 给低售住户家庭 期盼能够让这一股企业暖流 在社会散播 这里将台中采访不到